中共近来在南海动作频频 透过在转移海域部署大量船只 建造人工岛屿等方式 试图扩张南海主权 为反制中共挑衅 日本制定十年计划 向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海岸巡防单位 提供巡逻船、无人机雷达系统 以及人力资源培训 以增强他们的海上安全能力 印度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13日签署一项贸易走廊相关协议 目的是以海洋和铁路通过中东部分地区 将欧洲与印度连接起来 此框架协议将可能破坏 中共的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基础建设联通战略 对此项宏大计划 美国与欧洲联盟都表达支持 爱沙尼亚情报机构首长13日警告 俄罗斯攻击邻国可能会演变成 与西方更广泛的冲突 还说北约组织可能会在接下来10年内 面对苏联式大规模军队 夕阳情人节到来 英国花店业主们却担心 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壁垒 将为行业带来更高的成本和延误 目前英国一束红玫瑰的价格在40英镑左右 但随着脱欧后的关税变化 价格将冲上50英镑 而入境边检带来的延迟 也将影响鲜花的质量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